所有哲学家都是大地的哲学家 但是所有的哲学家跟大地越亲近 他就越向往那天空 最接近地气的哲学家 我不知道是谁 你说苏格拉底接地气也可以 你说他不接地气也可以 他整天挺着肚子在广场上 拉着人就辩论 不是生产 他怎么会接地气的 但是苏格拉底这种生活方式 大大捏捏的 好像也很接地气 跟谁都能够打成一团 当然我刚才所说的 都是最外在的东西 我们可以这么说 所有的哲学家都是最接地气的 如果他是真正的哲学家的话 但是他的接地气是有一个前提的 他的接地气的前提 就是因为他爱智求真 他进行了哲学的纯粹的思考 是他的对哲学之道的追求 使他深入的扎根到这个世界上 是他对哲学智慧的尘释 使我们看到了大地真正的状态 是什么样子 所以用一个文学化的说法 那就是天空和大地的关系 大地像母亲一般的厚重 但是正是天空的理想 天空的事业拖起到大地 没有大地就没有天空 没有天空也就没有大地 这就是我想说的接地气的意思 如果你说我要上时天空 就大地来思考大地 那你永远跟这个土地是隔膜的 你是糊里糊涂的就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所以你要对大地看得清楚 你当然要飞到空中 但是飞到空中并不是说我是凌空倒虚 我是没有任何根基的 不是这回事 你比如说像理睬这样的人 他就是所谓的大地哲学家 理睬当然非常的大地化 但是理睬的大地哲学家的前提是什么 我要充分的完全的肯定大地 可是我要充分的肯定大地 我是需要有理由的 我肯定大地的理由是什么 是我的天空的哲学 那就是我相信永恒的轮回 我相信在永恒轮回之下 人是有超人的意志的 人是有创造价值的意志的 只不过真正的超人和创造价值 就是要扎根这片土地 从这片土地出发 最终也要回归到这份土地 你可以说这就是彼岸世界的慈安化 或者说是世界的内洁化 当然对于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大地哲学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弊单 也有很多的哲学家进行了反思 但是就我们目前的问题来说 我认为所有的哲学家 其实都是真正的最接地气的哲学家 回到最早的一个哲学家 关于泰德斯的故事 泰德斯这个古希腊的哲学家 有一次他行走在路上 他仰望星空 突然跌到了一个水坑里面 结果旁边一个色雷斯的理性的仆人 就嘲笑泰德斯 说你看你光看星空 你忘了大地 他不知道泰德斯因为有了星空 他才有真正的大地 泰德斯并不是不想挣钱 后来泰德斯用了自己的实践的证明 他如果要挣钱 去了解地上的各种自然的物理的 社会的各方面的关系 他是门清的 因为他有哲学 这就是我说的天空和大地的关系 所有哲学家都是大地的哲学家 但是所有的哲学家 跟大地越亲近 他就越向往那天空